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就是荷兰豆炒腊肉 荷兰豆外表和甜豆有点像 但是荷兰豆会比较薄 所以吃起来会更加的爽脆 今天我一共用了200克的荷兰豆 蔬菜我一般都喜欢用淡盐水浸泡一会儿才清洗 100克的腊肉切成片放在一边备用 我今天用的是这种五花腊肉 你也可以用腊肠来代替 三半的大蒜头和两根小米辣 分别都切碎放在一边备用 洗净沥干水分的荷兰豆要把两边的筋都给折去 这样子口感才会比较好 接着煮滚一锅水 加入一小勺的盐和一大勺的食用油 把处理好的荷兰豆放进去 汆烫30秒后把荷兰豆捞出浸泡冰水 再次捞出沥干水分放在一边备用 这样可以保持荷兰豆脆绿的颜色脆嫩的口感 锅中烧热少许的食用油 倒入腊肉便炒至出油 并且两面都微微的焦黄 这样炒好的腊肉就会肥而不腻 接着就爆香蒜蓉和辣椒 再加入汆烫过的荷兰豆 一克的盐和两克的糖 只要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腊肉肥而不腻爽脆清甜的荷兰豆 拌着猪油香堪称完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